大家非常好奇 因为这所谓不动如山的台湾人 苏志芬不是第一次提到他 但他的名字就是不肯透露 不断的追问依旧很低调 到底是谁 外界揣测 很可能指的是马总统 亦或是案件的审判长吴福森 云林县长苏志芬涉嫌收贿贪污 一审判决无罪 他满心感谢 我要特别对一位朋友 因为你的不动如山 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 要特别感谢你 特别感谢一位朋友的不动如山 这位朋友是谁 媒体急追问 苏志芬不回答 感觉好神秘 外界揣测不动如山的朋友 可能是指负责此案的审判长吴福森 或是指总统马英九 再询问律师好朋友也是三间七口 蔡律师只透露苏志芬的心路历程 但不愿透露苏志芬究竟感谢谁 就连他本人中午献身洋瓜节活动 也不愿松口 只知道这位不动如山的朋友 是政治人物 到底是马总统还是另有他人 留给外界想象 三星文 秋盛文 潘里文 台中报道